想把奶頭煉成粉紅色的可以教教我嗎 哈囉大家好我是Guy 歲末年終啦 今天來帶給大家一些比較實用的QA 就是高CP值的 來給大家新年補充一下健身知識與知識 好那我們開始 抓不到槓鈴握推胸肌收縮的感覺怎麼辦 啞鈴握推又握不住 首先這個肌肉的感受度確實是因人而異啦 有些人覺得自由重量感受度好 有些人覺得槓鈴啊 有些人覺得史密斯啊 或是Cable感受度比較好 那以我自己來說呢 在練胸肌尤其是肌肥大的時候 我個人會選擇啞鈴握推 原因是因為它的角度比較自由之外呢 它那種由外向內推 可以讓肌肉的收縮更加的完整 那關於啞鈴握不住的問題呢 其實我們在練啞鈴握推的時候呢 啞鈴主要是靠手指頭卡著 固定住就好 那啞鈴的重量呢 會壓在我們手掌下方 然後尤其是我們大目指這邊 只要這個地方有扣住啞鈴 這樣子就夠了 你要去練習的是去穩定 去平衡啞鈴的重量 而不是要把它握到很死 那在練習啞鈴握推的時候呢 建議你可以上一個護腕 來支撐你的手腕 讓你的手腕這邊更穩定 更好去平衡啞鈴 不會這樣子晃來晃去 撐住 推 就這樣 那瘦下來皮變鬆弛要如何拯救 那覺得兩個解決辦法吧 一個就是 你去把你的肌肉鍊大 然後把你的皮再重新讓它繃緊 那第二個呢 我覺得你就去找醫美做拉皮 那一般訓練時間呢 會安排多久時間呢 是不是一個小時內效率最好 這個有點取決於你一週訓練幾天 那一般來說訓練時間 我們抓一個小時到一個半小時 算是很有效率的練法 那記得 組件休息的時間不要拉太長 一分鐘到一分半這個時間就好 我們來好好的控制好你的代謝壓力 什麼是代謝壓力 代謝壓力就是 我們肌肉成長有三個很重要的因素嘛 機械張力 代謝壓力 跟肌肉損傷 機械張力呢 就是指你的 這個訓練的重量 帶給你肌肉的刺激 代謝壓力呢 是在訓練過程中的一種機制 隨著訓練次數 肌肉越變越膨脹 你的靜脈會被限制 那血液變得不易流動 我們沒有辦法給予肌肉 足夠的氧氣養分 因此你的身體呢 會改變荷爾蒙 以及產生代謝物 那這些都是給肌肉 需要長大的訊號 那第三個就是肌肉損傷嘛 你在一組一組訓練之後 你的肌肉損傷 越來越多 然後你在經過修復之後呢 你肌肉重建 它會長得越來越大 所以代謝壓力呢 主要就是靠時間 來去控制 休息太長的話 代謝壓力就少掉了 休息太長的話 比較偏力量訓練 像我們平常可能抓 3分鐘以上的 主肩休息呢 那就比較偏向建立 比較偏力量訓練 那肌肥大的話 還是建議你把代謝壓力控制好 就是抓1分鐘到1分半 建議真的是主肩休息要抓得非常精準 你不要第一組修1分鐘 第二組修1分半 第三組修1分45秒 要統一比較好 統一比較好 而且這樣你也比較知道 你有沒有在進步 我每次訓練都能10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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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次訓練又是10下10下10下 但是你的主肩休息你沒有控制好 那你到底有沒有進步 因為我們修久一點 我們還是可以做完10下 對不對 所以把主肩休息控制好 你才知道自己有沒有 真的去突破 減脂後期 熱量 營養素 重訓 強度都做到了 如果肚子還是有一圈小腹 是不是要增加有氧的時間呢 你前面提到你現在是減脂後期嘛 所以代表減脂 是你現在的目標 那增加有氧時間呢 絕對是能非常有效率的 幫助你去減去掉更多的脂肪 那大家也不要害怕 做有氧會讓我們掉肌肉 像我們在做這種長時間 中低強度的有氧 主要會用我們的 甘糖跟脂肪來作為能源消耗 像很多健美選手 他們在備賽期啊 他們都會可能早上起床 先做40分鐘中低強度的有氧 可能健走啊 或是小跑步來 讓自己的心率控制在 可能每分鐘120到130左右 那重訓完之後呢 再做30分鐘到40分鐘的 中低強度有氧 大家不妨可以試看看 一週到兩週呢 就會讓你非常的有感 請問蛋白粉要慢慢喝 還是一口喝下去 哇你是把蛋白粉當藥喝喔 有難喝到 你要一口把它悶了嗎 其實沒什麼差 就用你舒服的步調去喝就好了 好 這麼說 該你都怎麼喝 像我自己可能 練後嘛 泡一杯喝 我就喝喝喝 那喝不晚呢 我就把它冰起來 明天再喝 其實也可以啦 也沒什麼差啦 重點是你要知道你這一整天 蛋白質有沒有攝取充足 我是角力選手 想請問三件科健身房 有沒有年齡限制呢 那我們這邊是規定 16歲以上呢 你才能自己入場 提不起劍 哎呀這個 誰又能總是充滿動力訓練嘛 對不對 相較於我以前那個 剛開始健身啊 每天都在進步的時候呢 現在確實是 常常需要一些東西來 激勵自己去努力健身啊 哦該你都是靠什麼來 激勵自己 哇那當然是我的粉絲們 哎呦哇 就是常常看大家 除了讓我有動力 可以繼續練下去之外呢 也覺得 有一種使命感 而且 覺得啊 身為一個健身YouTuber 不努力是真的說不過去啊 而且有大家的監督 真的是非常感謝 就沒有辦法偷懶 大家都看在眼裡 稍微有了一點都會被發現 對呀看現在眼 現在粉絲眼睛好利哦 好聰明哦 就一點點體態改變 他們都看得到 變乾了就 欸稱讚一下 變油了就 瘋狂的鞭策 對對對 沒有 沒有那麼溫柔 沒有那麼溫柔 他們都會直接說 太油了 這已經油了 怎麼一天三餐變成一天五六餐啊 習慣好難改變 為什麼你要一天去變成五六餐呢 如果你是想要增肌或減肥 你去用一個比較極端比較難達成的方式去做呢 那效果通常都不會太好 而且你也不是一個職業選手要去備賽 要去用一個比較極端的飲食方式 那如果你是一般人 像我自己來說我平常啊飲食也是用一天三餐去做營養素的控制跟調整 那效果也是很不錯啦 在家很難練到夏胸有什麼推薦的嗎 那其實夏胸呢是不用特別切割出來去額外訓練的 不過我還是分享一個方法 你可以用兩張椅子或桌子來訓練 DEEP雙槓區壁掌撐 體脂肪減到14%看體組成 四肢都減了不少 唯獨軀幹沒有消 是否只是降的還不夠多 那我們的軀幹啊 核心尤其是肚子這個位置 每次你在減肥的時候它最後最後才會開始消的地方 那每次你負胖的時候第一個最先胖的就是我們的肚子 那再給自己一點時間吧 你再減下去也許減到10%的時候你去照照看鏡子 也許那個時候你就會看到有一點腹肌線條出來 減脂一定要配有氧嗎 其實不一定啦 只要你飲食控制的好 你日常過生活你也可以減脂 你也可以一樣變瘦 但是增加有氧確實是會大大的提升你的減脂效率 不去健身房的話能做什麼動作練腿 那這邊呢跟大家分享兩個腿前側跟腿後側的居家練法 第一個後腳抬高蹲利用椅子或沙發來抬高後腳鍛鍊前腿前側 那第二個動作呢平躺在地上繃緊核心 我們可以找一條毛巾放在腳後根來減少摩擦來鍛鍊我們的腿後側 蓋伊你覺得我要參加高中的健美比賽嗎 我真的很熱愛健身 當然是參加有個目標能讓你訓練的更有動力 而且我建議大家就是在每個訓練階段呢 你都給自己定一個短期目標定一個長期目標 我們就努力朝這個目標邁進讓自己有動力 更有動力去練更有動力去進步 蓋伊想知道為什麼重訓三個月體重一直維持 肌肉量也才增加一公斤飲食真的很重要嗎 我問你喔 你體重沒變 但是你的肌肉量量出來增加一公斤 那如果你的體水分也沒有改變的話 你是不是體脂肪就減了一公斤 那你三個月肌肉量增加一公斤 體脂肪少了一公斤 聽起來你的飲食沒什麼問題啊 就繼續保持就好了 三個月可以增肌減脂 肌肉增加一公斤很不容易 厲害厲害不簡單 腹肌不對稱怎麼辦 你的腹肌一開始就對稱了嗎 其實我的腹肌從小到大一直都是長這個樣子 算是還蠻對稱的 那肌肉的排列組合啊 它算是天生的 比較難去改變它讓它變得對稱 那如果是可能左右大小不對稱的話呢 那很有可能是你在做可能仰臥起座的時候啊 你的左右發力單邊失衡 那這個部分呢你就是得放慢腳步 有可能是你的單邊活動度受限 導致可能在做 左手摸右膝或是右手摸左膝的時候 其中一邊會比較卡 那造成肌肉收縮沒有另外一邊來的好 哈囉蓋儀請問每天有氧跑步30分鐘對減肥有幫助嗎 會產生什麼效果呢 那每天的中低強度的有氧其實對身體啊 不管是機能健康或是減肥都非常有幫助 那記得呢只要搭配熱量赤字 就是你每天的總熱量攝取 它要低於你的總熱量消耗 你就可以非常有效率的來做減肥 想把奶頭煉成粉紅色的可以教教我嗎 那你可以試看看你的飲食吃的清淡一點 或是在洗完澡睡前擦一點那種美白霜 那盡量呢不要讓你的乳頭曬到太陽 你看維持一段時間看會不會好一點 這個你要靠訓練來讓你的乳頭變得淡一點 我是覺得很難啦 外面女教練笑得很開心 我問他一下訓練可以讓乳頭變得比較淡嗎 顏色 訓練 對啊 可能現在是可以解答的嗎 那對嘛 承諾所說嘛 你吃清淡一點 擦美白霜 不要曬到太陽 能量棒建議選哪種品牌 那當然是 MyProtein嘛 謝謝大家 這個棒棒吃起來怎麼樣 怎麼樣 好吃啊 MyProtein 這個棒棒呢 95卡 7.5克蛋白質 哇 營養密度相當高啊 感覺這一條是什麼 它是買Vegan的耶 它是素食的蛋白棒耶 很多吃素的它會反映說 可能蛋白棒裡面有 有可能明膠啊或是豬油之類的 它沒有辦法去吃 那MyProtein他們家也有出這種Vegan 就是純素的 大家可以使用 怎樣安排可以再加強肺活量的同時增肌 除了你可以多練一些腿部的訓練動作以外呢 你也可以在重訓之後 也許加入跳繩訓練都非常有幫助 像我的頻道啊 也有很多支 高強度 間歇 有氧訓練 影片 大家可以不妨參考一下 那些呢對於你的身體靈活度 敏捷度 提升肺活量都非常有幫助 而且很貼心的是 高強度 間歇有氧 旁邊我還會附上 就是比較中等強度的間歇有氧 就可以讓比較跟不上的朋友呢 可以先從簡單版的開始 那等到你提升了進步了之後呢 我們再來練習比較進階版 乳清蛋白可以隨時隨地喝嗎 沒運動但是肚子餓可以喝嗎 乳清蛋白粉的發明它的目的呢 就是可以讓你方便隨時隨地想喝就喝啊 不管是你有在重訓啊 或是你覺得今天蛋白質攝取不足啊 你就拿起來倒進去搖一搖 悶了 一口喝啊 喝不完冰起來明天喝 肌肉過於發達會影響協調性和敏捷嗎 可能會啦 如果我打個比方好了 假設你是一個拳擊手 過厚的胸肌啊 過大的三角肌 過大的二頭肌啊 可能對於你 可能防守 或是你要出拳 都會顯得好像有點卡卡的 有點笨重了 你的訓練目標不同 你的身型也會有所改變 不可能打拳的身材跟健美選手一樣 就是不一樣的訓練型態 那協調性呢 其實是要額外去花時間訓練的 你不去練協調性 那你單純重訓 你協調性其實也不會變好 這個我自己是非常有感的 你只是單純重訓練肌肥大 那不去做伸展的話呢 久而久之你的身體會覺得 我怎麼好像越來越卡 越來越笨重 因為其實協調性啊 跟你的活動度柔軟度 都有非常大的關係 等到你卡的時候 你其實也很難去做一些協調的動作 肩膀厚素練不大 很小塊有推薦哪個動作 可以特別強化這個部位嗎 手推蝴蝶肌反向飛鳥 可以很好的維持訓練 全程的張力 非常有感 不管是你在最低的位置到最高的位置 全程呢 都可以讓你的肌肉充滿 機械張力 要怎麼抵抗阿嬤的餵食 這個放棄抵抗吧孩子 阿嬤的餵食呢 不管來多少 你都是要充滿感激的 把他全部吃光 如何勸說身體不佳又固執的長輩 開始運動啊 其實我是覺得 每個人他都有他自己的生活步調 那其實過得舒服就好了 你也未必一定要逼著自己的長輩 去做運動 爸爸他肯定也知道 就是運動對身體健康有好處 但他就是不想去做 我覺得逼著他去做 他可能做得不開心 那效果也不好 不妨如果 我們兒女啊自己有空的時候 可以帶著長輩 一起做做伸展 因為有個人陪跟自己做其實差很多 他覺得喔你跟他一起做 他開心了 他自然會覺得 欸我運動起來 我覺得很開心 那你逼著他做 他做一次他覺得 好累好煩好辛苦 那他當然就不會再持續下去嘛 對不對就有空 多陪陪自己的長輩可能 簡單的先從做做伸展運動開始 這樣效果很不錯 即便乖乖的飲食控制 努力跑每天的訓練 但吃的量真的很難增加 塞食物進負好難 其實有一個很好的方法就是 用喝的 比如說像microtein有出代餐粉 它也就是蛋白質 脂肪碳水跟纖維素 那你可以在餐與餐之間 也許訓練完訓練前 就可以喝一杯來增加你一整天的總熱量攝取 健身減脂可以吃滷味嗎 我覺得太多人呢 都把健身這件事情看得太嚴肅 看得太神聖 好像修行一樣 你健身之後你什麼都不能吃 但其實健身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生活也許就這麼小小小的一部分而已 你要吃什麼其實都可以 如果你的常年飲食習慣都沒有改變 你的體態也差不多就長那樣 當你把健身加進去你的生活之後呢 你的體態它一定會有所改變 不可能你飲食沒變 體態也沒變 那你多了一個變因就是你健身 那你的體態還是沒變 這不太可能會這樣子 那我們就一步一步來 先把你的健身去習慣它 去把它變成你生活的一部分之後呢 我們再來慢慢的去控制去調整你的飲食 看一下你要怎麼搭配 可以讓你更有效率的朝你的目標體態去邁進 你認為一天健身一天跑步 每天健身每天跑步 哪種減重效率最高 我剛剛突然想到你有沒有覺得很厭熟 不好的回憶 其實如果體力允許的話呢 每天健身跑步那效率真的是 非常高啊 可以高到非常嚇人 非常可怕的地步 但其實一天健身一天跑步 這樣子就已經非常不簡單 非常有效了 有在運動但是體重一直降不下來 你要看你自己的目標到底是不是在減重 就是減掉體重這個部分 那如果你的體重沒變 你的體組成可能還是會有變啊 你可能肌肉量變多了 體脂肪變低了 那也很好啊 那也很讚啊 就是你體重沒變 但是你體態變好了 那如果你單純只是想要去減重 可能你是運動員 可能你想要減掉過多的重量 可能格鬥選手啊 騎腳踏車啊 腳踏車競技啊 或是跑步選手 慢跑選手 你只是單純要減重的話呢 那其實就很簡單嘛 你就總熱量攝取 低於什麼 總熱量消耗 對嘛 這個講到大家耳熟能詳 都爛掉的東西 就是這樣 平常會推薦補充的營養品 那有兩樣東西 是我一定會吃的 就是要吃健身活的 魚油跟B群 那這兩樣東西是我 不管健身或是日常生活 我一定會 攝取的兩樣補充品 反正大家有需要的話呢 那影片下方都有連結啦 那你右邊後方那個是什麼 益生菌 這個其實 我有時候比較常會 因為它其實算是你 每天固定時間吃 然後保健你的腸胃嘛 有好菌嘛 因為它就叫益生菌 它就是好菌 可以幫助你腸胃 可能不舒服的人 去空腹睡前的時候吃看看 看一下會不會改善 改善你的排便啊 或是你的腸道通順啊 不是有一句廣告詞 很耳熟能詳嗎 為等哪好 人到過老 其實我覺得 這句話真的講得很好 因為你腸胃好的時候 你整個人看起來 就比較有精神 比較有榮光煥發 大家一定有那種便秘 或是可能 拉肚子腸胃不好的時候 那個時候你整個悶著 你整個人看起來就是很疲倦 很沒有精神 五金打財 對不對 心有七七焉 該吃了這個益生菌 以後深蹲都變得更順利 以前深蹲可能要兩三組 現在一組直接解決 結帳時記得輸入GUY1224 蓋衣可以幫大家打折 沒問題一定輸入 想請問蓋衣想 肌肥大有推薦的飲食參考 練前與練後嗎 其實我覺得你練前 你一定要注重就是 碳水化合物的攝取 因為它是一個你的能量來源 它可以幫助你維持良好的訓練品質 那練後呢蛋白質加碳水是非常好的 我看過很多人他們練後就 就只喝乳清蛋白 或是練前他們就只喝乳清蛋白 但是 其實蛋白質它並不是一個很好的能量來源 就是指我們在訓練上的能量來源 所以碳水化合物建議大家 練前或練後都攝取 減脂食遇到新年 我想這個是接下來大家都會遇到的一個問題 那其實這就看你自己的決心有多少 像我自己我覺得我就放寬心 就平常一整年也努力健身飲食控制那麼久了 放棄抵抗 對啊 阿嬤的餵食來吧 通通吞下去 新年一年就這麼一次啊 就放輕鬆 讓幫自己充電一下 除非你是什麼可能三四月要比賽的選手 那就像我講的就看你的決心嘛 你有決心要比賽 那你就做好一直控制 沒比賽的各位 阿嬤的餵食來了 哪些器材適合新手練腹肌 瑜伽墊這個新手老手都通用 做一個新手呢 踏入健身房到底要練到什麼程度才算 消耗完今天所吃的 就像我講的啊 如果你不去改變你的飲食習慣 那你的體態也沒什麼改變的話 那你加入健身之後呢 你的體態一定會有所進步嘛 那你其實也不用想太多 你先專心去把你的訓練做好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 你想太多 反而一件事情都做不好 你先去把健身這件事情做好 那可能一個月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自己的體態 那你的身體自然會告訴你 你該多吃一點或是少吃一點 不用想太多 練就對了 不喜歡練腿怎麼辦 我就問了 有誰喜歡練腿啊 誰真的是享受練腿時 那個很痛苦的感覺 我們喜歡的並不是練腿 我們喜歡的是練腿之後 帶給我們的成果嘛 對不對 那個才是我們喜歡我們追求的嘛 對那你說要真的喜歡 要真的享受那個痛苦的過程 很難啊 我去幫你問一下熱狗王 要怎樣才能跟蓋伊一樣帥 欸我跟你說 這個是粉絲講的 這個不是我自己講的 可是這個題目是你挑的 欸這是我挑的 這個必須得挑 欸等一下我跟大家講一件事 就是最近啊 我看到有一個留言 就是宇蘭你還記不記得我們有一支影片是拍說 誰像你這種 對看誰像我 然後我就看到有一個留言喔 他就說 因為這個故事是這樣子的 在那個影片裡面 就是有一個粉絲他 截金城武的照片 然後問我說蓋伊你是不是姓金 然後我就把它拿出來用 然後就下面就有一個人留言說 蓋伊你怎麼臉皮越來越厚啊 你以前不是這樣子啊 你現在臉皮厚啊怎樣 然後我就想說欸 欸我覺得莫名其妙欸 這個怎麼看 都像是開玩笑吧 就說他很認真就對了 對他很認真 他搞不好也是跟你開玩笑的啊 沒有他很認真 是嗎 對他真的很認真 他的用詞就是 讓你受傷 那你有什麼反思嗎 喔反思嗎 我就想說 莫名其妙啊 這個怎麼看都是 開開玩笑的吧 還是其實我應該反省一下 最近臉皮變厚 欸你知道嗎 上一次我去全臉買東西 我就戴個帽子 然後戴個口罩 然後去買 然後我就看店員一直看我 他就很靦腆的說 可以請問一個問題 他問你是不是金城武啊 不是 不是 沒有沒有 他說欸 你是蓋伊嗎 然後我就說欸 嘿你好 然後我就跟他說欸 你是怎麼認出來 因為我戴個帽子戴個口罩 我就露出眼睛嘛 他就很害羞的說 欸對 因為太 太帥了 這個是男生還是女生啊 男生 然後我就想說 欸 都是你們講的啊 我自己又沒有這樣子講 你們去看我什麼影片 我說過自己很帥 我頂多說自己像金城武 好啦 反省啦 反省一下好不好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會有粉絲在我們影片下面留言說 我們的頻道影片收音不怎麼好 其實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也在想辦法克服 因為你看像我現在我買這個 mini mic 原本我們這個Sony原廠機頭麥 這一顆不便宜耶 這一顆2萬多吧 我記得 原本是用這顆收啦 那可能在室內的時候 回音比較大 會導致聲音收起來有點悶悶的 那也有可能是我自己聲音 本身比較低沉一點 這樣有人反應我們就去感進 就買了這個機頭麥 可是它是一對二的啊 就是什麼是一對二 就是一台機器攝影機 它只能收兩個音源 可能今天我們三劍客拍片有三個人 那可能就比較不適合用那種mini mic 那像現在我們兩個人聊天 兩個人聊天就是用mini mic 沒錯 那像平常可能拍比較多人一起挑戰的時候 就會用機頭麥這種外接式 那想問看看大家就是 這個mini mic的收音效果 是不是真的有比較好一點 大家有沒有覺得比較好 對 大家有沒有覺得 因為有人反應嘛 所以我想聽看看大家的意見這樣子 好的那影片的最後呢 祝大家新年快樂 虎虎伸風 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先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們下次見 掰掰